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王鼠生当年为什么能当上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呢 大家都知道 在职场 官场上 如果你能力很强 可以让你迅速往上爬 但等到了一定的高度 其决定性作用的往往就不是能力了 而是资历 首先咱来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 徐向前是黄浦军校第一期学生 毕业后参加过东征 北伐 后来转入红军 担任红四军军长 1931年11月 红四方面军成立下辖两个军 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 其中红四军是主力 所以军长徐向前就被推举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这也是众望所归的 红四方面军刚成立时 王鼠生还不是副总指挥 正担任红四军第十一市市长 当时许世勇还只是个团长 到1933年7月 王鼠生升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 兼第一三十一军军长 当时许世勇是红四军的副军长 所以说许世勇跟王鼠生争大将是争不过的 资历明显低一些 王鼠生是在1927年参加的黄马起义 但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很有革命思想了 十几岁就带着大家搞农运 在湖北麻城 大大小小的地主没有不知道王鼠生的 王鼠生早就上了这些人的黑名单 欲除之而后快 不过 王鼠生的能力非常强 1927年6月 王鼠生指挥农民军和地主武装作战 干掉了对方三千多人 在这场战斗之前 王鼠生还去了趟武昌 见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也很支持王鼠生的做法 还派了200名学生军连夜去支援王鼠生 最终打赢了这场麻城之战 1930年4月 红一军成立 王鼠生出任红一军第一师 第一团团长 第一师的师长就是徐向前 所以说 王鼠生很早就是徐向前的得力助手了 后来升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 也是顺理成仗的事 1955年受险时 红四方面军的元帅代表自然是总指挥徐向前 那么谁来当大将的代表呢 红四方面军的猛将很多 比如许世友 陈希莲 陈在道 韩仙楚 红学志 王洪坤等等 但最有资格代表红四方面军的 无疑还要数王鼠生 所以王鼠生当选大将 也是实至名归的 tradition归的学生 证明